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皆为WWE的冠军大满贯 从一登场到2019年结散为止的这7年里 The Show就曾经结散过几次 也曾经多次重组过 今天要来聊的就是当中比较有一点争议性的第三次重组 圣顿在2017和2018年都曾经重组过 但前两次重组的回想都比在2019年的第三次重组还要好 那究竟为什么第三次的重组会延伸出一些负评呢? 这些负评主要又是在围绕在哪些点上呢? 实际上大部分的粉丝应该都看得出来 圣顿第三次重组的故事主要都是以当时即将离开WWE的Dean Ambrose为主的 并且在The Show的最后一场比赛为他送别 那么这看似非常温馨以及带有一点催泪的送别会 究竟是不是有哪边出了问题呢? 首先我们先融入剧情 简单的回顾一下The Show在2018年再次解散的故事好了 2018年在The Show还没解散的前夕 Dean Ambrose时不时就会和Steph Lawrence起一些小争执 但之后还是会选择站在兄弟这边 同年的10月22号 Roman Reigns宣布他的白血病复发了 为了专心医疗 他交出了辛苦迎来的环球冠军 与兄弟含泪而去 听完Roman的告别 许多在开场就虚他的观众也感到十分内疚 同一晚呢 宣布的另外两位成员 Dean Ambrose和Steph Lawrence 在Main Event有一场Tag Team冠军赛 这场冠军赛对他们而言绝对是必胜的 为的不是刷新自己的战绩 不是单纯的赢下冠军而已 而是为了自己的兄弟Roman Reigns 因此这场比赛对Dean和Steph来说 获胜的意义非凡 最后在Steph Lawrence对Dolph使出了绝招 Corp Storm后成功夺冠 粉丝们兴奋不已 他们做到了 Dean Ambrose和Steph Rollins成为了新的RAW双打冠军 两人内心的那份激动 光是从他们的表情上就看得出来 这集十分有感触的RAW 就在这样皆大欢喜的结局下结束了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当所有人都在享受这份喜悦的时候 之前就一直有转返前兆的Dean Ambrose 却突然攻击了Steph Rollins 瞬间震惊了全世界的所有观众 虽然大部分的粉丝包括我都早已料到 Dean Ambrose被判得秀是迟早的事 但万万也没有想到的是 会在这特殊的一晚转返 这一晚的RAW 在三小时里让观众体验到了各种无法叙述的复杂心情 后来即使德秀已经解散 但Steph Rollins仍然还是双打冠军的身份 在失去伙伴 又被当时还是RAW GM的Barron Cobain 滥用权力的情况下 使得他只能自己一人捍卫他的双打冠军 在11月5号的RAW 由于比赛有着人数的差距 Steph Rollins被AOP残虐后输掉了双打冠军 就在这时 他曾经的占有Dean Ambrose才现身 然后在不解释猜团的情况下 忽然来一发Diddies 之后Dean Ambrose更是把他的The Show背心给烧毁 并解释作为这组合的一员让他偏弱 他曾经以为这手势会让他变得更强 他曾以为The Show在一起后彼此会变得更强 但事实却是和他期盼的相反 当初帮助Steph Rollins捍卫了他的洲际冠军 然后又重组The Show保卫了Roman的环球冠军 但换来的却是什么也没有 两人就这样一直互相残杀了几个月 随着时间的推进 他们的恩怨也慢慢的淡化了 直到Steph Rollins赢了2019年的皇家大战 然后在2019年1月28号 Dean Ambrose表示 Steph Rollins不曾干净地打败过他 要不是以前有高层的干扰 Steph Rollins永远也打不赢他 于是Dean Ambrose便向他宣战 当晚Steph Rollins第一次干净利落地打败了Ambrose 这一脚也连同他们的恩怨给一起终结了 比赛结束后 Dean Ambrose却莫名其妙地被Naya Jax袭击了一下 后来根据网络上的消息 这个袭击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一种惩罚呢 因为这一段是在Dean Ambrose告诉WWE 他不会续约后才临时加的剧本 在这之后 Steph Rollins就作为Raw的头牌对抗 Rock Lesnar 另一边的Dean Ambrose则是一直的被削弱 一直在更新他的连败记录 各种惨败中 有些是在几分钟内就被压制的 有些是被吊打的 时间就这样 来到了2019年2月11号 Steph Rollins在这一集的Raw气场非常的强大 他甚至还把破黑们嘴成炮灰 在这之后有一场比赛要打的 Dean Ambrose提早走了出来对Steph说了一句话 这吐鲁其来的支持让Steph Rollins愣了一下 这段也是让Dean Ambrose一点一点慢慢再次转正的起点 但其实剧本本来不该是这样走的 原本WWE给他的台词 在这句Slay the Beast之后 还有一些挑衅Steph Rollins的台词来做一个转折 但是那些台词都被Ambrose擅自省略掉了 这个行为也让他在后台惹上不少的麻烦 而且这一段也没有被WWE上传到他们的YouTube频道 之后Dean Ambrose的形象更是一直遭到破坏 不只是他的台词越变越无厉头 Dean Ambrose的角色也越来越没有定型 不管是对上谁都是被对方单方面的压着打 2019年2月25号 时隔了4个月 Rawman Reigns带着他病情里再次缓解的好消息回归 现场观众也给予了他热烈的回响 同一晚Dean Ambrose又在比赛败给了Drew McIntyre 随后只有自身艺人的Ambrose被Bobby Lashley Baron Corbin Elias 以及Drew McIntyre压倒性的吊打 所幸的是Rawman Reigns和Seth Rollins 马上就出来联手打跑的反派门 拯救了Dean Ambrose 接下来的一周 Rawman向Seth Rollins提出了一个请求 原本承诺只要是Rawman开口的请求 不管是怎样的愿望 他都会答应的 但听到Rawman提出的是想要最后一次重组团队时 Seth Rollins露出了苦苦的笑容 但既然这是兄弟想要的请求 Seth最终也答应了 在这晚的main event Dean Ambrose拒绝了Rawman和Seth释出的好意 并且把他们给推开 然后自己独自地走出了擂台 Bobby Lashley Baron Corbin和Drew McIntyre在这个时候忽然出来 他们的名字好长 接下来就用反派三人组来简称他们好了 他们暗讽这个不断解散重组的兄弟情势要重演几次 曾经辉煌的争议猎犬 如今也只是支离破碎的流浪小狗 随后反派三人组对Rawman和Seth Rollins发起攻击 远在观众席的Dean Ambrose 在内心经过了一番挣扎后 还是向前助阵 把反派三人组给打跑后 Dean Ambrose、Seth Rollins和Rawman Reigns 比出了The Shield的招牌手势 正式重组 2019年的Fastlane The Shield将和反派三人组来场3v3的比赛 这场比赛也将成为The Shield的最后一场比赛 比赛中 Dean Ambrose和Seth Rollins都重现了他们在2014年的经典桥段 比如Dean Ambrose从解说源的桌子上飞奔冲向两位的对手 这段是重现了在2014年的Extreme Rules The Shield vs Evolution的比赛 Seth Rollins从高处跳下来的这段 也是重现了同样在Extreme Rules的比赛 他当时也做过同样的事 虽然在那之后的payback更疯狂一点就是了 最后 The Shield对Baron Corbin使出triple powerbomb后取得胜利 铃铛响起的三声 代表的不只是比赛结束了 The Shield也一样结束了 这场比赛对于圣盾粉来说 绝对不单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 隔天的Raw The Shield也给了最后的致辞 一个月后 Dean Ambrose待在WWE的日子已经所胜无几 于是WWE便决定再捞一笔 不是我是说 在举办最后一场以The Shield为主题的live event 而这场在2019年4月21号举办的live event 正是The Shield's final chapter 这场特殊节目的main event 又是The Shield和反派三人组的3v3比赛 最后的结果也毫无宣念 当然是The Shield来赢得比赛 后来在Ambrose给了一段非常激励人心的演讲 在比出圣盾的招牌动作后 不管是节目 The Shield 以及Dean Ambrose 一切都在同个瞬间一同结束了 这长达7年的组合 最终也在最完美的篇章 画上了最完美的句点 虽然圣盾一路以来都分分合合 但不管是作为一个团体也好 又或者是各自单飞也好 他们三人都能打出一个 让人羡慕的生涯历程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如今的我在次重温圣盾的最终旅程时 觉得好不习惯 仅仅过了两年 当时的Bobby Lashley Drew McIntyre Roman Reigns Seth Rollins 以及Dean Ambrose的角色形象 都和现在千差万别 回忆不变的 也就只有Baron Cobain的角色形象而已 到现在都还是一个样 说回圣盾 其实在Fastlane的那段时间开始 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WWE只想利用即将离开的Dean Ambrose 来大赚一笔 The Shield本来就有着高人气 加上各种One Last Time标签的加持 会让粉丝觉得再不快买就没了 或者这次不买就没有下次了 但是这个One Last Time的套路 竟然可以让WWE 沿用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当时WWE可是推出了 各种The Shield的商品 尤其是衣服 各种优惠 各种设计 当中有些商品 就会让人觉得 在设计上特别的草率 WWE把Dean Ambrose的价值给榨干 就为了继续推出圣盾的商品 再透过各种手段 尽量把销售量拉到最高 在这里我想问问WWE 你们真的觉得 粉丝的钱这么好骗了吗 没心意的设计 而且还看透了你们的动机 你们真的觉得会有人 傻傻地花钱去买这 可 可恶 真香 嗯 只能说 WWE在商业上真的很机智呢 即使Dean Ambrose离开了WWE后 他在WWE Shop的页面 也在那之后存在了一小段时间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被下架 The Shield的页面 则是到了2020年都还存在着 由此可见 The Shield为WWE所争来的数目 可不是一般的大 那么说了这么多 究竟The Shield的第三次重组 是有必要的吗 为了避免这种误会再次出现 我先把自己的立场说清楚好了 我本身就是个 The Shield和Dean Ambrose的谜底 所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只要是The Shield 我就会无脑支持 不管他们再重组几次 我都不会反感 也不管之后再推出多少周边 只要他够好看 且我的钱包君允许的话 我一定会买爆 不过会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我是个盛顿的谜底 其他人不见得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就比如从The Shield重组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开始有人说 这是第几次了 会不会十年后 圣顿会再有第几百次的重组 The Shield重组的次数 都超越了Block Lesnar 行为冠军的次数了 之类的嘲讽留言出现 身为圣顿谜底的我 看到这种言论的当下 难免会有一些不开心 但仔细想想 他们说的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 尤其是在这之后 所谓的最后一次 更是越来越变本加厉 他们在Fastlink的比赛 被官方宣传是 The Shield的最后一场比赛 隔天的RAW The Shield又给出最后的道别宣言 以及4月8号的RAW 和Bobby Lashley的比赛 是Ambrose在WWE的最后一场比赛 虽然那场比赛没有正式开始 还有节目收播后的 Say Goodbye 然后在最终篇章 又有了一个 The Shield的最后一场比赛 这么多的最后一次 对于粉丝来说 或许会觉得还好 但对于那些本身 就对圣顿没什么兴趣 或者本来就不喜欢圣顿的人而言 看多了只会感到严重的反感 虽说最终篇章是在卖情怀 但在这节目开始前 WWE就已经连续上传了一系列 围绕着主题的圣顿影片 本身就不喜欢这些的人 就会开始说出较有攻击性的话 甚至完全不相信 这会是圣顿的最后一次 这也导致有些粉丝 会在留言区跟这些人吵起来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 就好像之前很多人都不喜欢的 Rusev戴绿帽的剧情 但偏偏在YouTube上 这段剧情的影片点击率 永远都会比其他的影片还来得多 一样的道理 你喜欢的东西 不必强迫他人一起喜欢 你讨厌的东西 也不必去攻击喜欢他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粉丝去护航并没有错 不是粉丝的观众去批评 也情有可原 反正最后的赢家都是WWE 那么在最后呢 我个人是觉得 The Shield的第三次重组 是有必要的 首先第一点 我很庆幸圣顿这个组合 可以有个很好的结局 所幸我对圣顿这个组合的 最后印象 不是Dean Ambrose的背叛 虽然之后出现了很多 各种最后一次 就连Roman Reigns也觉得 当初的重组有点做过头了 但至少如今 我们对这个组合的 最后印象是美好的 做过头的重组 总好过一些 莫名其妙的被拆散的组合 还要好吧 至少我认为 直到The Shield's Final Chapter为止 还是属于见好就收的阶段 还有最后一点 是我在之前的影片 没有提到的 根据Restolamia频道的报道 Dean Ambrose在离开WWE前 对公司的所有人杀了谎 所有人都以为 他离开后 就只是去拍拍电影而已 如果一开始 他们就知道 Dean Ambrose是想要跳槽的话 WWE就不会为他安排 这么好的一段 长期送别了 Dean Ambrose也有在播客表示 当WWE知道了他不续约后 仍然让他出现在电视前 他感到很惊讶 他以为WWE会把他冷冻起来 直到他的合约过期为止 此外 他也很意外 WWE会把他不续约的事情 在官方网站给公开出来 这一切都是他没想到会发生的 那么你们觉得 The Shield的重组 是否有做过投论呢 当初你们看到的心情 又是如何的呢 你们是支持的那方 还是反对的那方 就算是不支持 圣顿的留言也好 欢迎你们来分享自己的想法 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点个赞 想听更多摔角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么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